台湾今年经济成长率保三有望 而明年的保现很受到期待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员工最关心的当然就是能不能够加薪了 那么从求职网站的调查显示呢 目前只有19%的企业 它是没有加薪计划的 那么绩效部分员工加薪的话 占的蛮多的有66% 至于全面加薪的也不少有14.9% 这等于说大概只有19%的企业不加薪 那么有将近八成的企业 是会帮员工来加薪的 可能很多人就会想问了 为什么老板会这么好心 会愿意帮员工来加薪呢 其实也有一份统计可以来看 第一名是为了要激励员工表现 大概64.5% 第二名是为了反映业绩成长 大概48.7% 第三就是担心好人才会不会跑掉 所以我要帮他加薪 有34.2% 那么考量到物价水准 可能就是薪水跟不上物价的时候 要帮忙加薪了 这个部分占了22.4% 这是我们看到的最新的统计数据了 这是我们看到的最新的统计数据算